詹姆士樓凱特王妃相間 一枚不爽猛P 喂,James 我昨天就說,你那樣樓凱特王妃的相間不太好喔 結果你看,今天就被罵了吧 What happened? 昨天比賽打完,跟他們社交完 馬上搭飛機趕回Clifland 今天跟那個暴龍派票 要不是我拿35分 還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贏球咧? 慘死了,現在是很爛啦 那就英國媒體說你不可以搭人家王妃的肩膀啊 依照皇室禮儀,一般人是不能夠對皇室成人這樣做的 說什麼三小朋友,這是什麼情情? 前情提搖 威廉王子夫婦紐約參訪行程 在看完NBA賽後,騎士對詹姆士合影 詹姆士還送威廉王子與他們的小喬治王子球衣 詹姆士合照時搂凱特王妃的動作惹惱了英國媒體 詹姆士不是第一個對英國皇室失禮的美國名人 2012年倫敦奧運開幕前 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歐巴馬造訪白激炭公 給英國女王一殺敗二是一個熱情的擁抱 英國皇室禮儀教學 錯誤一 詹姆士樓堅與蜜雪兒的擁抱 都是在英國皇室禮儀中外人在公公場合 不能夠對皇室情人做的事 錯誤二 皇室禮儀中這樣親女王的御守也是大不盡 查理王子可以這樣親親老媽 但外人可不行啊 正確版 要像這樣點頭之意 就是像皇室成人的基本禮儀 而詹姆士如果對凱特王妃只是握手寒暄 也就不會這樣讓英國人大驚 還不就見怪不怪 他不過多有點小級大作啊 我看凱特也沒在在意啊 還笑得好燦爛 好啦好啦 詹姆士你真的是辛苦了 今天騎士還是靠你啦 上半場被暴龍騎好玩的 你生氣之後然後跳出來拿35分 最後48秒 還標進3分球要到領先 好不容易才以105比101 擊敗東區第一的暴龍拿下8連勝 是啦是啦 很疼耶 別再問我阿姬斯 不是啦 凱特王妃的事啦 動新聞綜合報導